這個就是彷彿冰 一顆顆葡萄乾扁皮孩都破掉了 南投信一箱葡萄原收成狀況差 讓農民好心痛 阿修啊 下去還水分湯 都在地上窩去掉了 那時候剛開始開花期 很多都被那個魚水打掉了 所以那個葡萄的串 就沒有那麼漂亮 產量也就減少 大概減少幾層 大概減少五層油 其實年初乾旱就已經讓葡萄南受粉 產量大跌兩成 現在又因為七八月連日大雨 把藥收成的果實都打爛了 甚至讓葡萄染上鹿菌餅 對啊 有病 八年有燒啦 這年都沒燒 怎麼怕 都沒燒喔 都沒 幾個孤磊都沒燒 特別特別的嚴重 因為幾乎是每天都在下雨 所以會導向葉片的影響 跟我們葡萄在開花前 花稅就會產生影響腐爛的現象 除了南投台中新社收成狀況 同樣慘兮兮 農民很無奈 也連帶影響葡萄價格漲翻天 查看北農統計葡萄中價 往年每公斤大約落在五六十塊錢 今年十月十三日 已經漲到每公斤七十七元 接著價格更是周周飆升 到十月二十七日 已經來到每公斤一百四十六元 漲幅多達三倍 紙香的成本增加 農藥肥料的成本一直在節節上升 所以農民的收益 反而是沒有 因為價格的增加 讓我們收益的增加 反而會有減少的現象 年初乾旱讓葡萄已經在五月 被列為天然災害 中央補助農民每公請九萬塊錢 但因為果蔬一年只能救助一次 下半年收入同樣不樂觀 農民恐怕只能自行吸收 華語新聞 紅石城 白雲飛 南投台中報導 從台灣視角觀察全球 掌握瞬息萬變的世界 我是何榮 每周三 周六 晚間九點 我在環宇全世界 2.0全新出發 帶給大家嶄新的國際觀點 請鎖定環宇新聞台 2.5 周六 新出發 4!5 周六